這次制定函數啦,這個Function就這一段 就是一個Function 比如說我想要增加一個叫刮弧自串函數 Demo一下,插入函數這邊有個使用者定義嘛 只要給一個資料 他就自動幫我把刮弧自串的資料 把它調用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的話,你必須要怎麼做 先在模組裡面,你可以寫在最下面 增加一個叫什麼呢 增加一個叫做Function 然後名稱這個可以自己取 比如說我取一個比較長一點,叫刮弧自串函數,Enter 那第二個的話,他跟使用者要資料,要什麼資料 也許就參賽者資料,要不然就簡稱叫資料 請你給我一個資料 從哪沒要,刮弧裡面,所以這邊打一個資料 再來的話 底下的這個程式該如何鑽寫 其實我跟各位講 最簡單的方法直接拿那個刮弧自串的Furnace來做修改最快 怎麼說,拿過來把它複製好了 Furnace裡面的 複製過來 然後因為他縮排 好像太過去了,把它再往左邊就Shift加Tab 按Tab是一個縮排 兩個就按兩下 如果要倒車的話,就Shift按住加Tab 就是這個叫凸排 OK 好 那要改哪些地方 首先的話,如果你看到Sales IDA的話 你一律把它改成資料 為什麼,因為它這個是從資料取得 而不是從那個 我們自己去上面抓資料 所以如果你看到Sales IDA欄 一律怎麼樣 把它改成資料 這邊的話有三個 OK 然後 Sales IDA的B欄 請你把它改成它自己的名稱 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程式 就改好了 OK 應該知道為什麼吧 因為我們原來的資料 像Sub 是自己去抓 去哪邊抓 去Sales IDA的 這個地方抓 把這個資料抓過來 這個的話因為它是 當你跳出 刮那個框框的時候 是使用者給你的啦 放哪裡呢 是放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它再傳過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Sales IDA的B欄 指的是丟回來 這個 這一欄喔 那可是呢 Function不是喔 Function是你游標放哪裡 它幫你把結果吐回去到那個儲存格 所以 理論上我們就是放哪裡 它就把資料吐到哪 所以我們 執行 比如說 插入這個 使用者定義的話 出來 然後給它資料 然後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它就把資料呢放在我們 所在的這個儲存格位置 就Return的概念 Return Return就是返 最後的結果 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不過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好像有點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 為什麼這邊變0 其實主要原因在這裡啦 因為呢 我們 將來如果說 瓜糊字串 這個函數裡面 假如都沒有重新賦予它新的值的話 它預設值就0 因為它裡面預設就放0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呢如果我要避免這個問題 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那你不如在第一行怎麼樣 先把這個瓜糊字串 先塞一個什麼東西給它 先把這裡面塞一個什麼 塞一個沒有東西就好了 它原來是0對不對 那因為它這個 當它裡面沒有瓜糊的時候 它就不會處理到這裡 所以它就會變成0輸出 那我怎麼做呢 我乾脆先塞一個空的給它就好了 然後它這樣子呢 就可以 把原來的0變成沒有資料 那沒有資料輸出的話呢 就會是 變變不會是0 所以我把這邊改 多增加這一行 那把它打勾一下 那把它打勾一下 沒辦法那個就不見了 OK那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如果不懂回去再 稍微看一下 那第二個方法是說啦 這個是在 第一行的地方放 那第二個方法的話 就是說我們多一個邏輯 else 按個TAB鍵 else就是兩重邏輯 也就是說如果當它為 這邊這個邏輯 為True的時候 就A不等於0 它裡面如果有刮鬍 那就這個 但它如果沒有刮鬍的話 你還是做一下 做什麼 做這一行的事情 就是 當它 裡面呢 有刮鬍就切資料 當它沒有刮鬍的時候 那就幫我放個空了吧 這樣應該比較好理解啦 也就順便學一下 兩重邏輯的寫法 兩重邏輯就是多一個else 那這樣的寫法 執行結果的話 也會跟剛剛 的是一模一樣的 OK 多寫這個啦 那我比較建議用 第二個方法 為什麼因為順便學一下 這個else OK 那這個是 制定函數部分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幾頁 第五頁的地方 裡面 程式一模一樣 可以參考這裡 因為今天主要都是在 寫VPA程式 所以難度比較高 那希望回去各位再多多練習 那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做一個 更上一層樓的題目 我這邊有一個叫 雲端白板的那個 第一個單元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這個是開放資料 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所 公佈出來的資料 104年到今年 的住宅切到 所有的資料 好像幾千筆吧 那這個資料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連結 這邊有個連結 可以把它點擊 就這個啦 台北市的切 這個裡面的話 我如果說想要統計分析什麼 分析說 哪一區的切到 數量最多的一個 視覺化圓形圖 怎麼做 我是 借由那個 樞紐分析表做的 不過會有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樞紐分析表我講過 我要分析是區 但問題來了 這邊有沒有區 沒有嘛 只有地址 他提供就是地址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先要多增加一個區 區還比較簡單 因為區剛好在第四個字 到第六個字 第二個比較難 哪個 哪一條路 切到按鍵最多 問題來了 路喔 路的話在哪裡 而且路不是只有路喔 還有街 可能還有市民大道 還有道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 這邊地址的路的訊息 獨立出來 變成單一欄 這個就難了 有沒有 不過 如果你做出來 你就OK 就很簡單 其實沒那麼複雜啦 我們還是會用到Find 跟Mid 還有邏輯判斷 做不做 做得出來 OK 如果你知道原理原則應該很快 但回去想想看吧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主要就是 一個活學活用的概念 因為在那個現在資料 如果你找不到資料練習的話 網路上有太多資料可以練習 都是公開的 像這個台北政府 網路上放了3000多種資料 都是類似這種 你隨時可以把它下載下來分析 比如想要知道哪邊的住宅 切單件最多 其實可以有現成的資料 那今天的話主要 我們就是 講了 兩題 都跟VBA有關 下一次 回去可以稍微 試試看吧 那我在 針對剛剛講的這一題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也是 剛剛那一題的延伸 如果你會用Find 也會用Mid 這一題算簡單了 試試看 今天先到這裡 你的電腦不要關 對